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都知道我最喜欢的一样事情是什么 你们猜猜看 不是睡觉 不是骂孩子 对 真的不是骂孩子 是什么 是书 不是书掉的书 我不喜欢赌博 是看书的书 对不对 我们家有15000本的书 这应该不是surprise了吧 是吗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我在我的那个blog上面也介绍了大概几千本了吧 是吗 我上次去看了我真的是好多 把我自己都吓到了 那在我介绍的书里面 离不开一位作者 一位很厉害的作者 你们猜猜看是谁 再猜猜看 再猜猜看 好 给你们个提示是王开头的 是男作者 王文华老师 对啦 为什么我讲的王文华老师呢 因为我们今天的惊喜跟他有关哦 什么关系呢 就是呢 我现在都觉得我自己很厉害 拍拍自己 我把王文华老师邀请来跟你们介绍 他最喜欢的书 我问王文华老师啊说 我们在美国的爸爸妈妈其实帮小朋友挑书还蛮累的 因为在这边呢 要小孩子学中文实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没有好的书看的话 小孩子根本就不想要学中文 那他就挑了他自己觉得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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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诱惑小朋友的书 来介绍给你们 还有呢 讲一些故事哦 所以说 小朋友们 旁边有没有小朋友们啊 赶快把他们叫过来 小朋友们过来听故事哦 开始咯 听王文华老师吧 哈啰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文华 很高兴我们利用这个空中平台 竟然可以跨海哦 我在台湾讲故事 然后各位小朋友在美国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 我很高兴啊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小兵快乐读本系列 题目叫做巫婆买不到扫把 那文华老师在小兵出版社一共出了十本快乐读本系列啊 那每一本书都只有三千个字啊 那都有加注音 所以你很容易阅读 再来每一本书的那个图片都很大啊 字体也都很大 所以相信小朋友可以阅读的很快乐啊 那我今天呃先讲的是巫婆系列的两本书 第一本书叫做欢喜巫婆买扫把 就讲一个巫婆 然后扫把不见了 被他玩坏了 那巫婆买不到扫把怎么办呢 他就必须要呃 要要走路去啊 走一个巫婆竟然要走路去买扫把 那遇到一个非常严格的守城门的官员 不让这个巫婆进去买 而且要跟他要钱 巫婆很生气啊 然后就给他施咒语 就让那个门永远打不开啊 这是第一本啊 欢喜巫婆买扫把 那第二本呢 就是等一下跟大家讲的就是 欢喜巫婆2 刚好有杂货店 那这本书很厉害哦 得到年度好书大家评的这个 年度好书 那也得到了这个文化部 然后专门帮他拍了个动画 所以这本书很棒 那文化老师一共有十本这样的书 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绍 欢喜巫婆是刚好有杂货店 那这两本书呢 很荣幸都是请达姆帮我设计 然后画出来的 那达姆的画风非常的有那种异国情调 然后有很多这种木科版画的味道 那我就把这两本书啊 我就很高兴啊 这两本书都请到这个 达姆帮我把它画出来 好 那我就开始念故事了哦 那我把画面变小一点 小朋友应该也可以在这里啊 惨了啊 小朋友应该可以在这里 看得到文化老师 我把自己缩小一点哦 不要那么大 站在那上面 好 我开始念故事了啊 咸评爱富国啊 刚好有杂货店开幕了 那这间店啊 豪宅豪宅 几乎啊 跟电线杆一样的宅 一家店只有电线杆这么高 这么宽啊 似乎只有小猫小狗啊 才端的进去 那大街上啊 人来人往 就是没有人啊 肯停下来看他一眼 别人开新店 张灯又结彩 那编炮呢 放得震天下 那这家店呢 电灯就舍不得开啊 里头乌漆骂黑的 好像就连阳光经过他啊 也会自动跳过去一样 店里更可怕了 那折叠桌上摆了 三根瘦巴巴的红萝卜 几把缺了尺的梳子 破掉的丸 桌子旁边 还有一个皱着眉头 瞪着你的巫婆 哎呀 这种店你敢进去吗 好 那杂货店是在卖巫婆吗 哦 你弄错了 这是欢喜巫婆 开的杂货店 他升格啊 当老板了 第一集他去买扫把 那这一集呢 他变成杂货店的老板 他一张脸啊 凶巴巴的 就算有人在门口停下脚步 也不敢走进来买东西啊 那紧贴着杂货店 是一家非常气派的 样样有 超级市场 那里的水果来自世界各地 附设一国美食街 它贩卖的珠宝啊 名牌包包跟手表 更比外头贵了一百倍 这么贵 有人买吗 别忘了 这是贤贫爱富国啊 越富有的人 越不怕贵 就怕没有好东西可以买 那样样有超市的挑经理 发现隔壁的小店之后啊 笑的猛拉肚皮带 因为肚皮快笑破了啊 这是贤贫爱富国啊 谁的头壳坏掉 在这里开这种乱七八糟的店 超市里的店员啊 急忙警告他 当年有个守门官 只因为骂了这个欢喜 巫婆一句话 哇 就被变成世界第一丑了 这挑经理一听啊 急忙把嘴巴捂上 可是心里啊 还是很得意啊 这种店啊 不到三天 绝对倒闭 好 小店还没倒闭 天上倒是先下了一阵大雷雨 电光支拉拉的跳动 雷声轰隆隆的震荡 哎 荷包蛋那么大的雨滴 对哦 雨滴哦 荷包蛋这么大啊 一滴一滴 炸的路面开出一朵朵白色的水花 挑经理啊 立刻指挥他的店员 干嘛呢 把店里的雨伞啊 全都摆出来 这么突然的雨 谁也没有想到 大家都来买雨伞 哇 几百把雨伞 没多久就卖个金光了 一对小情侣的动作慢 没抢到伞 而雨这么大 怎么回家呢 挑经理啊 两手一摆 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想买伞啊 下次早点来 啊 对啦 挑经理此的隔壁 或许啊 那里 刚好有卖伞 你看这个人多坏啊 对不对 刚好有闸货店 很小 里头又暗 阴影中 欢喜乌婆探出头 嚇得这对小情侣啊 差一点跌倒 嗯 请问你们这里有卖伞吗 他们却声声的问着 哦 或许有 或许没有 或许就刚好有 欢喜乌婆说着说着 就像变魔术一样 从店里啊 递出一把伞 什么样的伞啊 那是一把 椭圆形的雨伞 打开来 刚好够两个人遮雨哦 伞饼还绑了一朵玫瑰花 刚好可以送给女朋友 哇 这个挑经理在隔壁看的目瞪口呆啊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啊 他太讶异了 没错啊 连太阳 出来都没看到 几个小朋友啊 从超市冲出来 身上套着游泳圈 嘻嘻哈哈的喊着 哎去游泳啦 去游泳啦 好啦 挑经理灵机一动 不怀好意的替小朋友发问 哎 巫婆小姐啊 你便禮有没有卖游泳池啊 游泳池 一个小胖子戴着蛙镜 穿着蛙鞋 头也不回的扔下一句 哪有杂货店卖游泳池的 哎 欢喜巫婆却说 如果有呢 孩子们全都停下脚步 很想知道答案 哎小朋友 你想不想知道答案啊 哎 想知道答案 那就去看这本书 叫做刚好有杂货店 只有三千个字哦 那文化老师写了十本 你把每一本都读完 那就是三万个中文字了 那好了不起啊 刚好有杂货店 那另外一本呢 就叫做欢喜巫婆 这是欢喜巫婆系列的两本 都是由达姆小姐跟我画 跟我做的啊 他帮我画 那我写故事 我很喜欢这两本书 因为它是我创造出来的一个 非常严肃 可是严肃之中啊 却又带有很多人生哲理的一本 一套书 这是两本 那另外呢 还有一本达姆小姐帮我画的 甜甜千公主 这个暴龙啊 喷我龙就要抓很多公主 那抓了公主去干嘛呢 去帮她做甜甜圈 那至于结果会怎样呢 就等你去看了啊 书都很薄 这么薄 薄薄的 那你很容易就把它读完 字都很大 图片都很大 每一本书的图都是这么大 所以很适合小朋友把它读完 好那接下去的这几本啊 就是我跟徐建国先生 一起合作的书 就是我写 徐建国帮我画画 比如说这本啊 叫熊熊睡不着 就是有一只熊 北极熊晚上睡不着 这北极熊因为要去旅行啊 每天都睡不着啊 那最后就睡了黑眼圈 好啦 北极熊有黑眼圈 那变成什么动物 小朋友可以自己看看 这上面这个北极熊变什么动物 就不告诉你了 我想你应该可以立刻猜出来 那熊熊睡不着啊 如果用米南语来念啊 我不知道你在美国会不会念米南语啊 那如果会念米南语的人 就把它念成什么 熊熊睡不着 很可爱 对不对啊 徐建国先生帮我画的 我也很喜欢这本书啊 接下去这两本也是徐建国跟我合作的啊 第一本叫傻蛋天神 就是这个以前不是有传说吗 这种大嘴鸟要把娃娃从天堂送到人间嘛 对不对 结果这个大嘴鸟啊 它是个傻蛋天神啊 怎么送都送错了啊 他把这个暴龙的小孩送去给蜘蛛 蜘蛛家的小孩送去给天鹅 天鹅家小孩送去给谁 全部都搞混了 结果天天天天空每天在下雨 那为什么下雨呢 也不能告诉你 等你去读它 叫傻蛋天神啊 那另外这本叫危机总动员 这两本书也都是徐建国画的 很可爱哦 就是说有一天啊 这个鸡的王国啊 他发生了一件危机啊 为什么呢 所有的母鸡下出来的蛋 都不一样了 有三角形的蛋 有正方形的蛋 有长方形的蛋 有椭圆形的蛋 然后有炸蛋 有飞蛋 有飞毛腿飞蛋 有荷包蛋 有卤蛋 有滚蛋 有傻蛋 有各式各样的蛋 于是这个公鸡王国就很紧张啊 我们的国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那赶快请出所有的科学家去研究 研究出说到底为什么母鸡下的蛋 都长得不一样 那最后呢 他们当然就要找出方法 帮母鸡们治病 然后让母鸡们可以下出正常的蛋 那至于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赶快找来看啊 我想这套书 我很喜欢的书 那接下去这两本呢 这两本开始就不是徐建国帮我画的了 但这两本书刚好是一套 一套是我哭 小朋友是不是常常讲这句话 那你再过来 我哭给你听 就这个故事 就是一个小孩很爱哭 就像水龙头一样 然后不断的哭啊哭啊哭啊 每次一哭啊 整个世界就闹水灾 那另外一本呢 叫做你赖皮 就是一个小孩做错事 然后动不动就是赖皮 赖皮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承认嘛 不承认自己犯错 你赖皮 所以大家都说你赖皮哦 你赖皮哦 那怎么办呢 要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啊 好 那你赖皮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 那接下去这两本啊 是我个人常常讲故事在讲的故事 第一本叫珍爱天使啊 他讲这个有一个人叫爱德华 他有一天躺在病床上 咚的一声死掉了 故事一开始他就死掉了 但是呢 头上长出一个甜甜圈 然后后面长出一对翅膀 爱德华变成天神了 然后这个天神呢 就一直往上升 往上升 升到了哪里 升到了白云之上 升到了天堂路七号 那这爱德华是个白人嘛 他就很开心啊 可是他发现那个天堂呢 是黑色的 啊 外面的大楼是黑色的 楼梯是黑色的 那他走进去之后 发现所有的天使都是黑人 啊 糟糕了 他就很紧张啊 他走到最后面 发现上帝 天啊 上帝也是个黑人 哈哈 于是爱德华就说 Oh my God 那没想到黑人就大叫说 Yes I'm your God 对我就是你的神 爱德华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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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的神啊 我应该是白人啊 我的神应该是白色的啊 啊 于是这个天神就说 哦爱德华 你的历练还要 还不够 你还要回到人间历练历练 于是叮咚 爱德华就从天空掉到了人间 至于他怎样可以重新回到天堂呢 请看珍爱天使 那这本叫做 一百次跌倒啊 就是这一支 旁边这一个圆圆脸的这个 他叫做巴吉岛啊 用台语来念叫巴吉岛 那巴吉岛如果用国语翻回来 叫做跌一跤嘛 巴吉岛 那这个巴吉岛呢 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呢 看别人跌倒 挖个坑 让你掉下来 放个石头让你半岛 每天他都希望看到别人跌倒 所以他收集了99次跌倒 当他收集到第一百次跌倒 也没奖品啊 也没有怎样 但是他就喜欢收集人家跌倒 惨了 那第一百次跌倒怎么办呢 文华老师希望你来看看 这个第一百次跌倒的故事 很有趣啊 好那今天我介绍的几本书 我想大家都听完了 就是十本小兵快乐读本系列 我希望你在美国可以订得到 那这些书都非常便宜哦 真的以台币来算啊 一本书都才一百出头 美金大概三块钱左右 真是太便宜了 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看这些书 那一本书只有三千个字 十本把它看完 你就看完了三万个中文字 好厉害啊 好那如果对文华老师有兴趣的 爸爸妈妈或是小朋友 那欢迎你到文华老师的脸书 我的脸书在这里啊 叫做王文华的童话风源 那希望大家有空 来看看我的脸书 那跟我留言我们做个朋友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希望透过脸书大家互相切磋 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边 那下回如果还有机会 我再来介绍我别的系列啊 那因为文华老师书非常多啊 我写了两百多本书 那很多系列都有啊 比如说小儿子系列啊 时光小学系列啊 比方说听说读写系列 非常多的系列 那今天先介绍小兵快乐图本 一共十本 那你读得完 那我们再来讲下一次好不好 好谢谢大家 那很开心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哦 好那今天的故事讲到这边 谢谢 听完故事后觉得怎么样啊 有没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有人为你介绍书 而且是做 做着自己过来读耶 是不是很酷 对很非常酷 我觉得我也非常酷 有没有人在感谢我 有吗 有没有 好啦 喜欢今天节目的人在下面点赞 喜欢Motherly Notes的Facebook Group的人 请在下面点赞 想要跟我们讨论更多书的事情的话 请加入我们的Motherly Notes的Facebook Group 想要再看多一点作者来介绍他们的书的话 请在下面留言 好吗 那今天就这样子咯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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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